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tt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防重網路行銷術的防重拍照技巧3 簡易的修圖技巧 我們使用的軟體是 Microsoft Office Picture Manager 這是微軟的一個免費的軟體工具 如果你的Office是2010年之後的版本 或者是電腦裡沒有安裝這個軟體 可以在網路上搜尋 Microsoft SharePoint Designer 或者是使用我們放在說明欄的連結去做下載 下載完了之後去執行 執行之後點選自訂的選項 進來之後在Office共用的功能裡點選進來 你會看到Microsoft Office Picture Manager 這個選項是畫叉叉的 將它更改成在我電腦裡面安裝 更改完成之後就壓立即安裝 這樣就完成了軟體的安裝 第一個步驟 我們要更改照片的尺寸 相機拍完的照片通常尺寸會比較大 這樣的尺寸雖然有較高的解析度 卻不方便我們上傳到網路 甚至有一些收入網站會限制單張照片上傳的大小 因此我們必須先將照片更改成我們需要的尺寸 以目前普遍的網路速度 我們建議將照片尺寸更改到1200x800像素 這是一個適合電腦顯示的尺寸 而且尺寸的大小通常會在300mAh左右 以目前的網路速度 要開啟照片是不會花太多時間的 首先我們將拍完的照片存取到電腦裡 然後複製一份來作為修改的照片 點選其中一張照片 在檢視的地方使用縮圖 然後將所有的照片全選 使用Ctrl加A 把所有的照片全選起來 點選上方編輯圖片 再點選右方調整大小 使用自訂寬度與高度 建議將寬度改成1200 高度改成800 確認之後 壓確認 這樣照片就已經修改完成 接下來我們用快捷鍵Ctrl-S 將所有的照片來做存取 存取完成之後 我們就得到了一張1200x800像素的照片 再來是進行照片簡易修圖的步驟 通常照片拍攝回來之後 遇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照片明亮度的問題 我們在上一支影片中 有提到如何使用EV值 及利用光線來改善明亮度 但照片存放到電腦後 仍然有這個問題 就可以使用下列的方式 來做一些簡單的編修動作 首先我們開啟照片 開啟照片之後 會發現這張照片明顯比較昏暗 我們可以點選上方的編輯圖片 再點選右方的亮度及對比 這時候如果單純去調整它的亮度 會讓整張照片變得非常的白 我們可以用進階設定 先調整中間調的部分 然後再把陰影的部分再做調亮 把亮部的部分稍微再減少一些 然後再對整個亮度做調整 調整完了之後 就可以得到一張比較明亮的照片 這時候一樣使用快捷鍵Ctrl加S 來儲存這張照片 這樣我們就得到一張簡易編修過後的照片了 我們再做另外一張照片的編修 同樣開啟編輯圖片 點選亮度及對比 一樣的操作方式 我們先將中間值的部分調亮 再將暗部的部分調亮 然後將亮部的部分調整往下 這樣的亮度雖然有改善 但是整個畫面會變得比較蛋白 我們可以把對比度提高 來增加色彩的對比 調整完了之後 一樣用Ctrl加S 來儲存這張圖片 另外這個軟體也提供一個簡單的方式 我們可以點選上方的自動校正 它會自動將照片做一個編修 如果我們覺得這個編修的畫面OK 就可以做一個存檔 如果你覺得自動校正之後的畫面是比較偏暗 我們也可以再將亮度往上提高 或者是再將對比加深 這樣就更方便能夠完成編修的動作 這些簡易的編修技巧不難 只要多加練習很容易就能上手 有關拍照的技巧初步分享到這 如果有想了解的地方 歡迎在下方留言 下周我們要開始分享西京文案的技巧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加分享 歡迎訂閱加分享